第五章 科学研究人体能量场的历史 虽然神秘学并未论及能量场或原生制的形态 但在世界各地拥有超过5000年以上的神秘学传统 与现今科学家从事的观察有着一致性 所有宗教的大修行者皆提过 见过或经历到人类头部周围的光 透过宗教上的练习 如静坐与祈祷 他们达到意识扩展的境界 从而打开了他们潜在的超感之力 在超过5000年以上的古印度灵性传统中 谈论着一种称之为普拉纳的宇宙能量 它被视为所有生命的来源和基本要素 普拉纳是生命的呼吸 穿越过所有形态并给予生命 瑜伽行者透过呼吸的技巧 静坐和肢体动作来掌控这个能量 以维持意识转变的状态和超越实际年龄的青春 在公元前3000年 中国人断定有一种称之为气的生命能量存在 所有的生命或无生命的物质 皆由这种宇宙能量所组成并充满着 这种气拥有阴与阳两极的力量 当阴阳平衡时 生命系统呈现出健康的状态 当它们不平衡时 则引起疾病 过度的阳性能量会导致过多的气质性活动 过度的阴性能量又会导致运转不足 任何一种失衡都会造成疾病 古代的针灸术即着重于阴阳平衡 大约从公元前538年左右开始发展的 犹太神秘主义神智学 巴卡拉 称这些能量为星光 在基督教的肖像画中 耶稣和其他灵性人物都被光场所包围 在旧约中 许多资料显示出有光围绕 以及出现在人们的周围 但是经过许多世纪之后 这些现象都失去它原始的意义 譬如 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像 便将希伯来文 TOR IAEEM 这个字以头上的两只脚来表现 而非如原意的两道光 在希伯来文中 这个字同时具有脚或光的含义 韦约翰在他《未来科学》一书中 列出97个不同的文化 用了97种名称来表示气场现象 许多神秘学的教导 例如古印度费陀经 神志学学者 旭威十字会员 美洲印第安乌医 西藏和印度的佛教徒 日本禅宗 布拉瓦茨基女士和鲁道夫·史丹勒等 皆以详细的方式描述了人体能量场 近来有许多人 及有现代科学的训练 已经提供更多具体且实际的能量场观察 科学传统 从公元前500年到19世纪 在整个历史中 遍及自然界的宇宙能量的想法 一直存在于许多西方科学的思想中 这种像是光体的生命能量 最早记载于公元前500年 毕达·格拉斯学派的文献中 文献中指出 这光对人类有机体产生多样化的影响 包括疾病的治疗 12世纪初期 学者布拉拉克和李宝 看见人类拥有某种能量 可以让人与人之间 在一段距离之外产生互动 他们谈到一个人 可以因另一个人的出现 立即受到有助或有损健康的影响 中古时期学者巴拉塞尔士 称这种能量为生命能 并表示这种生命能 使用生命力量和生命物质 两者共同形成 19世纪的数学家海尔蒙特 观想有一道宇宙之流 遍及一切自然中 它并非一种有形或浓密的物质 而是贯穿所有能量层体的 纯粹生命之灵 数学家莱布尼兹写下 宇宙的本质为犹如 全永般运动着的力量中心 其他宇宙能现象的资料 是由19世纪的 海尔蒙特和麦斯默 观察得来的 麦斯默也是催眠术的创始者 他们指出 有生命或无生命的物体 皆由这道流充电 而远距离的物体 彼此之间也会受到影响 以及可能有一个类似的电磁场般的能量场存在着 威廉·冯·莱辛巴赫伯爵 在19世纪中期花了30年的时间进行能量场的实验 他称之为欧迪克利 他发现这种力量展现出许多的属性 与19世纪初詹姆士·克拉克·麦克斯威尔所描述的电磁场相似 他也发现欧迪克利的独特属性 他认为一个磁铁的两端不仅有磁极性 还有一种与欧迪克利场有关的独特极性 其他物体 如水晶 即使不具备磁性 也有这种独特的极性 对敏感的人来说 欧迪克利场的极性具有 热的 红色的 和令人不舒服的 或是蓝色的 冷的 和令人舒服的 这样的主观特性 他进一步认为 相对的两极并不像电磁场的两极那样彼此相吸 并发现欧迪克利的极力相吸 是以同类相聚的形式出现 这是气场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现象 后续将会讨论这部分 冯·莱辛巴赫研究太阳的电磁放射 与欧迪克场的强力两者间的关系 他发现在太阳光谱中 红色与蓝紫色的范围里 这类型能量是最强的 冯·莱辛巴赫透过一连串的测试后认为 相对的两极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冷、热、主观感觉 而且这个程度和元素周期表有对应关系 所有带正电的元素给人温暖的、不舒服的感觉 而带负电的元素则令人感到凉爽且愉悦 其感觉的强烈程度则对应它们在周期表上的位置 这些从热到冷的感觉 也对应光谱中从红到电青的色阶 冯·莱辛巴赫发现 欧迪克利场能够透过电线来传导它的能量 但传导的速率十分的缓慢 并且受到传导物的密度而非导电率所影响 此外 物体能使用这个能量进行充电 如同使用电场一般 有些实验显示出 欧迪克利场的某个部分像光一样可用镜片来聚合 而其他部分则像热光般会绕过遮蔽它辐射的物体 会偏斜的部分被气流影响时的行为也像热火一样 意味着它的组成类似气物的流 这些实验显示出气场的属性犹如流体 同时又像光波般带有能量 冯来星巴赫发现 这股粒在人体内产生了极性 类似水晶光轴呈现的极性 从实验证明看来 人体的左侧如阴极 而右侧如阳极 这项概念与先前提到中国古代的阴阳法则很相近 从上述文章中我们可以明白 截至20世纪之前的研究 着重在观察人体或物体四周的能量和它的特征 自从20世纪以来 有许多的医生也开始对这个现象产生了兴趣 威廉·科尔奈博士同时也是一名医生 于1911年发表 透过彩色屏幕和绿光镜片 对人体能量场所做的观测 他观察看到整个身体 有三个不同区域的光物 第一层是最靠近皮肤四分之一寸 约0.6公分 深色的一层并包围着身体 第二层是从身体垂直辐射出一寸 约2.5公分宽 较为模糊 第三层是更向外推出的一层 大约6寸 约15.2公分宽 轮廓不明确的细致辐射之光 科尔纳表现气场的外形 灰衣年龄 性别 精神状态和健康情形而有明显的个别差异 某些疾病在气场中显示出破碎或不规则的形状 科尔纳 科尔纳并因而发展出一套基于气场的颜色 质地 大小和外形所建立的诊断系统 他用这套系统诊断出传染性的肝病、肿瘤、盲肠炎、癫痫 以及譬如歇斯底里这一类的心理问题 在20世纪中期 乔治·德拉瓦尔与路斯·德朗博士打造了新的仪器来侦测活体组织所发出的辐射 进而发展出放射电子穴 将人体商务能量场利用于远距探测、诊断和治疗的一套方法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以病人头发作为接受讯息的媒介所拍下的照片 这些照片显示出在活体组织中携带的疾病信息 比如肝脏里的肿瘤与囊肿、肺结核、恶性脑瘤 甚至也能呈现出子宫里的三个月大的胎儿 在20世纪早期 心理学家威廉·赖西博士 他也是弗洛伊德的同事 对其所命名为奥刚的生命力的宇宙能量开始感到兴趣 他研究在人体中奥刚瘤的扰乱与生理和心理疾病件的关系 赖西发展出一套精神疗法模式 把弗洛伊德用来发现潜意识内涵的分析技巧 与释放体内阻隔天然能量瘤的物理技术整合在一起 赖西能够具有释放这些阻塞的能量来清除负面的心理和情绪状态 在1930年代和1950年代之间 赖西采用当时最先进的电子和医疗仪器来实验这些能量 他观察这些能量在天空、有机或无生命物体四周围脉动的状态 他使用一种特殊结构的高倍数望远镜来观察微生物所辐射出来的能量脉动 赖西发展出许多研究奥钢的物理装置 其中一个叫做蓄能器 可以用来储藏奥钢能量并用它来为其物体充电 他观察到 一个真空放电管在长时间以此蓄能器充电后 会传导出电压远低于正常放电电压的电流 他并更进一步宣称如果将一放射性同位素置于这蓄能器中会加速其核衰变 1930年代劳伦斯·本迪和菲比·本迪博士对人体能量场做了大量观察 并将其与健康、疗愈以及灵魂的发展衔接 他们强调以太成型力量是身体健康与疗愈的基础 认识与了解这个强而有力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近期 斯库菲卡·卡拉古拉博士进行了灵视与生理失调的相关联的观察 其中一例是一位名叫戴安娜的灵视者 他能精确地看到病人身上在并发部位的能量形式 从脑部失调到结肠阻塞 这些对以太体的观察中显示一个生命能量体或能量场 形成一张有如闪烁光束所形成的矩阵光网 交互贯穿着稠密的肉体 这个能量矩阵是身体组织中物质成分足以形成和固定的基础架构 身体组织是因为背后这般生命能量场才得以存在 卡拉古拉博士也建立起脉轮的能量扰动与疾病之间的关联 比如那位敏锐的灵视者戴安娜形容某位病人的喉咙过度活跃 呈现出红与灰暗的颜色 当戴安娜查看她的甲状腺时 发现该部位质地呈现过于松软 并且右边的甲状腺功能不如左边的甲状腺 这位病人被正式医学诊断为格瑞夫兹市症 症状便是会导致甲状腺肿大 在这位病人身上是右侧肿大 神智学会美国分会的主席 朵拉昆兹博士拥有多年与医学专业人士合作和治疗的经验 他在《治疗艺术的灵性面移书》中提到 当生命能量健康时 其中有种自然发展的韵律 并且还说到 身体内每个器官在能量场中都有对应的能量韵律 在两个不同器官之间 有不同的律动在交互作用 就好像在进行着转换的功能 当身体是完整而健康时 这些器官间的律动转换就会比较容易 然而出现病变后 律动与能量层次也会随之改变 譬如 我们可以从能量场中感知盲肠切除后的残余能量 而临近彼此的组织 则会产生有别于先前由盲肠主导的能量转换功能 在物理学上称之为阻抗配对或错误配对 每个相邻的组织都是阻抗配对 这表示能量可以轻易地流通整个组织 外科手术或疾病改变了阻抗配对 造成部分能量消散而没有被传递 约翰·皮拉卡斯博士发展出一套透过视觉与灵摆观察人体能量场 以诊断与治疗心理失调问题的系统 他观察能量体所得到的资料 结合了生物能量学中发展的身心治疗法 以及伊瓦·皮拉卡斯发展的概念 这个内在治疗的统合过程称之为核心能量疗法 全神贯注于穿透性格和自我的防卫 以解开体内阻塞的能量 核心能量疗法寻求所有层次的平衡 肉体、仪态体、情绪体、理性体和灵性体 从而对整个人产生和谐的治疗 总结上述各类理论和观察 人体所放射出来的光与健康关系密切 我提议找出一种可信度高 标准化的光学度量仪器来测量出放射的光 把这项资料提供给专业医生做诊断 而且能量对治疗也十分有帮助 我与同事们已经主持过许多人体能量场的实验 其中一个实验中 理查多布林博士、约翰·皮拉卡斯博士和我测量一间暗室分别在有人进入前 人在里面、人离开之后三个阶段时 波长约350纳米的光 结果显示 当暗室里有人时 光有些微弱地增加 但在某一个实验中 光却减少了 因为在暗室的那个人十分疲惫且满是失落 在另一个与联合国超心理学社团共同进行的实验中 透过色彩处理装置 它能大幅度放大接近身体的光及强度变化 我们能在黑白电视机上显示其一部分的气场 另一项在卓克索大学和凯伦·格士塔 一位与杜克大学的莱茵博士 共事多年的超能者所主持的实验中 我们成功地以气场能量影响一道千分之二瓦特的微小雷射光速 使之弯曲或减弱 所有这些实验皆有助于支持能量场的存在 但仍未得到最终结论 这项结果透过NBC的电视台向全国播放 然而因缺乏经验无法继续更进一步的实验 在日本 本山伯从休息多年的瑜伽者身上测得微亮的光 他在一间暗示中使用高感光电影摄影机来进行这项实验 中国兰州大学郑荣良教授使用叶脉制成的生物探测器 连接上光量子机 来测量人体所辐射出来的能量 称之为气 他研究气功师的能量辐射 以及灵视者所发散出的能量场 研究结果显示 探测系统随着辐射的脉动而反映 从气功师手中发出的能量脉动与灵视者的脉动大不相同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的实验中显示 从气功师身上所发出的能量辐射 似乎有一种非常低频率的声音 如同一种低频率波的载波 某些案例中也侦测到气如微粒子流的形态 这些粒子的大小为直径60微米 速度为每秒20至50公分 或每秒8至20英寸 几年前 一群AS波波夫生物信息所的俄国科学家们宣称 活生生的有机体会发射出频率在300至2000纳米之间的能量振动 它们称其为生物能量场或生物原生制 它们发现能够成功将生物能进行转换的人 具有着较宽且强的生物能量场 这些发现获得莫斯科医学科学院进一步的证实 也获得英国、荷兰、德国和波兰所做的研究支持 我所见过最精彩的人体气场研究 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由华勒利·杭特博士和其他人所进行的研究 在一项罗夫按摩对人体与心灵的影响的研究上 他记录了一连串罗夫按摩过程中 从身体发出千分之一伏特低频率的信号 他将银或氯化银所做的电极放置在皮肤上 同时由加州格伦代尔疗愈之光中心的罗沙林、布鲁伊尔牧师 观察失疗者和被治疗者 他的评论以电子资料形式记录在同一卷录音带中 他并提出了一份脉轮的颜色、大小、能量移动 以及气场能量云的运作报告 科学家继而将波动模式的资料 用弗利液分析法和生像图频率分析法进行数学分析 两者呈现的结果值得注意 其连续波动形式和频率 与布鲁伊尔牧师提出的色彩报告一致 换句话说 当布鲁伊尔牧师在气场中任何一个特定位置上记录为蓝色 电子次量器也会在同样的地方显示出蓝色波频的特征 杭特博士与其他七位气场解读专家重复做了同样的实验 他们看见的气场颜色有同样的频率波动模式 1988年2月的研究结果显示出下列颜色频率的关系 蓝色250至750赫兹 加上1200赫兹 绿色250至745赫兹 黄色500至700赫兹 橙色950至1050赫兹 红色1000至2000赫兹 紫色1000至2000赫兹 加上300至400 600至800赫兹 白色1100至2000赫兹 除了蓝色和紫色有额外的频率带之外 这些频率带的排列顺序与彩虹颜色相反 捕捉到的这些频率不仅仅是仪器运作的信号 也代表测到的能量 杭特博士说 这是几世纪以来 灵通人士所描述的气场辐射首次有了客观的电子证据 包含频率、浮动和时间 可以用来证明它们主观观察到的色彩变化 虽然实验结果得到的色彩频率和光 或者颜料的频率不完全一致 这并不表示它是错的 要知道我们视为颜色的东西 其实是跟眼睛捕捉到的不同频率 并给予一个词汇象征 所以眼睛和大脑的处理中心 只能解读到高频的那些颜色 是理所当然的 视觉的转意决定了最终对色彩的经验 目前我们主要处理的资料频率范围 最多到1500赫兹 然而随着仪器的进步 记录和处理资料的技术提升 很可能可以处理到更高频率的部分 杭特博士一宣称 在行而上学的文献里 脉轮多半带有颜色 也就是说昆达丽尼 捉火 红色 下腹部 橙色 脾脏 黄色 心轮 绿色 喉轮 蓝色 第三眼 紫色 顶轮 白色 每一个脉轮的活动都会促使其他轮的活动 心轮通常是最为活跃的 当事者接受罗夫按摩碰触到不同的身体区域时 被唤起了许多情绪经验 影像与记忆 这些发现证明了记忆储存在身体的组织里 举例而言 有人的腿部接受了罗夫按摩 可能会再度唤起早期童年的如厕训练经验 他不会只记起经验而已 还会感觉到当时种种情绪 许多父母在孩子脑与肌肉连接尚未发展成熟 还无法确实控制阔约肌做正常的排泄时 就训练孩子如厕 因此孩子会用紧缩大腿肌肉来代替阔约肌收缩 这会带给身体许多的压力和紧绷 往往这种紧绷会习惯性地维持下去 直到像罗夫按摩这种深层肢体运动 或生物能的肢体运动才能清除 在解除肌肉的紧绷和压力之后 记忆也随之消除 另一个相似的例子 是将生活的记忆与压力储存在紧绷的肩膀上 是我们所有人有的 这是由于将恐惧 不安压抑在肩膀里 你也许可以问问自己 什么是你害怕无法达成的 或者 当你不成功时会发生什么事呢 结论 如果我们把人体能量厂定义为来自人体的所有厂或者放射物 我们会发现其中许多组成成分已经在实验室中被测量过了 有静电 磁力 电磁 音波 热量与视觉等等 这些测量结果除了显示身体的生理运作状况 还包括超越这个层次的资料 可以提供作为新生运作情形的传达媒介 杭特博士的测量显示气场中特定频率对应着特定颜色 这些频率有着更高的折光色彩 因受限于实验室装备的因素而无法加以记录 以上列出的测量结果也显示 人体能量场由粒子般的质点组成 犹如流体般的运动 好比气流或水流 这些质点非常微小 某些研究者甚至认为它们是次元子 当充电后 微小的粒子们会寄集成云 而形成物理学家们所称的原生质 原生质会依循某些物理法则 使得物理学家们认为 它们是介于物质与能量间的一种状态 实验室中测量出许多人体能量场属性 让科学家认为物质还有第五种状态 有些科学家称之为生物原生质 这些研究显示一般由系统组成的身体模型 譬如消化系统已不复使用 另一种以能量场组织为基础概念的模型 应该加以发展 一个复杂的电磁场模型 无法完全符合理想 许多与人体能量场有关的心灵现象 例如预知 接收到前世讯息等 便无法使用电磁场的模型来解释 根据华勒利·杭特博士的说法 以量子的概念来看身体 它是来自运作肉身的原子细胞的能量 穿越了所有的组织与系统 他认为人体能量场的全向观点 是一个好的模型 物理学和脑部研究中 新兴的全向图概念 似乎提供了一个整合宇宙实向的观点 让我们得以用另一个层面 重新诠释所有生物学上的发现 玛丽莲·福格森在《脑星公报》双月刊中宣称 全向模型被形容为新兴的范例 为一个可以全面描绘科学 与心灵美妙原生样貌的整合理论 也终于有一个理论 能够以开放的系统来结合生物学与物理学 回顾第五章 1.如何测量人体能量场 2.人类首次在什么时候知晓气场现象 3.19世纪第一次观察到气场是在什么时候 由谁所观察到 4.何以现代科学知识不足以解释 人体能量场现象 5.今日的理论和实力科学中 哪一个是适合解释 人体能量场现象的模型 2.年轻人体能量场现象